2月4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了潜在的副总统人选和标准 特朗普在谈到可能的副总统人选时表示 南卡罗兰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是一只真正的老虎 此外 他还提到南达科他州女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称赞其没有与他争夺党内候选人资格 特朗普还透露了他的选人标准 关键是谁能成为一个好总统 他补充说 我有很多好的人才 我们有很多真正优秀的人 特朗普表示 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宣布副总统人选 并承认在其第一任期中 犯了一些人事上的错误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1月10日 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曾表示 他已经知道 希望选择谁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并对选择共和党内部的其他竞争对手 作为搭档持开放态度 以上就是大眼睛的关键 终于您的一段时间和您的频道